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叔,欢迎收看本期的关键来关键一把换老师的小女孩 哎,邦邦 看下来我觉得邦邦其实打小女孩挺不错的 我觉得邦邦打小女孩挺不错 就是小女孩去保人也好,那个牵制也好,邦邦的炸弹 其实小女孩我觉得都挺难处理的 这套阵容的话上来抓小女孩或者抓心理 还挺香的 所以杂技的话呢,相对来讲难度会高一点 镜头给到,对吗?卡师傅 卡师傅 一颗球跳一个炸弹,漂亮,舒服 前面的话利用这边交互点转双十一了 哎呀,可惜了,被炸倒了 这个炸弹是不是没办法躲 我们从穷者低下来看 他已经是能躲,躲掉他能躲的全部的 这边,一颗球 好,往上一走 小女孩这边要不要丢个纸片 小女孩应该丢了个纸片 小女孩应该丢了个纸片 这波丢纸片 附身 刚才是附身还是丢纸片啊 附身没什么用吧 附身感觉 保不太下来啊 这里艾力 应该是差不多下来了 我觉得这边差不多下来 两个人要分开了 要不然是 两个人在这边牵制一个帮帮 而且是开局的 这个牵制有点难呢 弹了一手 保倒是保的,确实不错 交闪线过来 连雷 这边 炸 还差一刀的伤害 但这样硬保 真的好吗 我觉得这样硬保 买伤密码机的一个节奏的 不过艾力现在确实拿这个杂技啊 没什么办法 对吧 身为一根镜 这边纸片一弹 身为一根镜 纸片一弹 关这个点位也好 这个点位也好 帮帮拿这个点位 再一弹 刚看一看 阿丽这边刚 刚想翻窗 好的 这边拉开 我那个老天爷 不会心理学家在给播遗情什么的吧 这边追小女孩了 我的老天 感觉这个角色 他只要操作起来 还是厉害呀 之前看了几次 帮帮炸这个小女孩 都是蛮轻松的就能炸到的 但是欢老师告诉我 对吧 一山还有一山高 你觉得小女孩牵制不动包包 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操作还不够好 我的小女孩就可以 不会又要来了吧 就两人牵制 我外面 我们这把不需要太多人 外面两个人修就可以了 我们两个人牵制 你们两个人修 这个纸片 好好学着 好好学 好好学 看这边的身位 遥控雷 你拿这个还真没有太多办法 对吧 因为他不仅仅是可以谈监管 还可以谈求生嘛 对吧 相当于给这边求生者一波位 也好 一个加速拉开 打击 这边不倒一掺机就行了 咱这边不倒一掺机就行了 卡蒙这走位也是够细了 够细了 机子的话 我们看一下 三台机子都够了 等于说就第一波救人 优秘这边第一波去救人 就已经是压好机子了 最后台机子 这边小女孩修就可以了 艾莉的话 只能是压住台机子 但是因为有薄命嘛 这边薄命到底带走 这机子压不住啊 丢雷封机 那我知道怎么打了 待会儿 应该是这边救下来以后 小女孩附身 弹 闪 闪 闪 本来想的应该是安排这边 就是救下来以后 去小女孩去附身卡蒙 然后来保卡蒙 差不多的都一样的 你这边就击倒了这个小女孩 我这边过来机子一补也够了 然后再来救一波就好了 再来救一波就好了 也不需要薄命的 那开门战针对的是这个小女孩 这边机子压好了 直接点亮艾莉神仙 完了 小女孩一波直接飞走 拥兵手里有护币 这把就留卡师傅吧 卡师傅玩过了没有 玩过了我们一起留在中原对吧 看看海 看看海 看看那 赞蓝色的海面 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二人牵制的这个上下 为什么呢 我觉得前期 呃 一个小女孩一个杂技两个人牵制一个邦邦 在我的理解当中就是你一个人追着两个人很亏的 但是呢他真的牵制起来你把这时间拉长的话呢 从结果上来看 确实很好 改大个不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